很多人不明白命 所以每天一天当晚的矛盾 我要稳定 我要那个 生活要work life balance 你听很多种声音 一种很怪的声音 有些人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I want work life balance 他会这样子的 一把牙齿声音 鸡的声音 什么声音都有 但是我告诉大家 I think you got the wrong perspective That's why人生不开心 第一 我们讲说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大家注意看 请问当你在执行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在做着哪个五行 木 对吗 成长 对吗 你在开拓 你在成长 请问当你在成长的时候 你在成长的时候 木将会刻到哪个五行 金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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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请问土 土代表哪个性 哪个特性 哪个性 哪个需要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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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什么 待在家里 你不要想去开拓 最稳定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 最稳定是现在 你想要work life balance 对不对 balance all the way 你就不要想说什么开发不开发的 你不要想要自由 你不要想到可以选择 你不可能可以选择 因为你要 你已经选择了work life balance balance就是土 balance 平均 你没有超到吗 对不对 人性五行那些 平均 平均 所以基本上平均 平均就是土 ok 所以你要选择这个平均就是土的话 你不可能开发 因为开发一定会破土 既然说一定会破土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有这个矛盾 他不愿意 他又我要平稳 我要自由 我要平稳 我要选择 我要平稳 可以自己做主 我要平稳 但是我要实现自我价值 我要平稳 但是我要开心 我要平稳 但是我有目标 我要达到目标 我要平稳 但是我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不可能 大家不可能 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没有的 大家 wake up ok